我們台灣警察 當超人在用我們台灣團的代表 好 好的 那到底我們的新男朋友們 打扮成什麼樣的模樣呢 會不會有的打扮得不搭不齊 不倫不類呢 首先歡迎我們的第一組 馬克還有凱傑 異郊與水變風 真的 劍士組 劍士 CSI耶 自己人抓自己人喔 來歡迎第二組 是Andrew跟賈斯汀 台灣 西部牛仔 美狗耶… 老闆 為什麼Andrew想要拿一個貝果呢 他的安全帽要拿掉啊 因為他是百貨公司的警衛 吃什麼貝果 是甜甜圈不是貝果 第一次一組也就是我們的伊凡 還有我的男朋友Fabio 什麼時候對著男朋友啊 真的 分別代表俄羅斯還有法國的特技 法國的警察也太帥了吧 太帥了 太帥了 哇 我拉帥 感覺好失 來 第四組歡迎 孤獨一個人的夢多 孤獨一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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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獨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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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都被你倒砸了 謝謝 好 這位是烏龍泰書所的警察 對啊 孟多 請問你眉毛劇化成這樣是什麼意思 我也會像這樣啊 阿金那個主角啊 我們要來問一個正經的問題 我們來問一下寫男朋友們 在台灣真的有跟警察交手過嗎 遇過警察嗎 有 有 之前有一個人 因為那時候我的舊的FB 我家很多不認識的人 然後他裡面有一個人 他用我的照片去騙小女孩 約會軟體 對啦 交友軟體那種 對 他是騙他們到Skype上 然後不照到臉 但是他們真的有騙到嗎 真的 因為他們以為是我 然後結果那個男子 他開視訊的時候 那個女生跟我說 他只照下半身的 然後跟他們說 對 用你的下半身照片 用你下半身 沒有 為什麼有你下半身的照片 講不清楚 我MP他有放這個啦 所以你的意思是 他把你的照片貼在他的臉 但露他的下半身 WOW 沒有 視訊的時候只有看到 那個人的下半身 但是有大頭貼照片 對 顯示這個人 所以警察就來找他 警察真的很英明 你還不是去找下半身嗎 後來我們就跟警察講 然後講完之後我們 我公司也自己跟他講 然後就處理這個事情 有一次我開高速公里 然後我有敲速 然後被警察攔下來 對不對 然後他很客氣跟我說 因為要去佳樂福上班嘛 沒有啦 不要 然後他很客氣說 不好意思打擾你的時間 你的證件給我一下 譬如說我的家長我給他 然後說你剛剛有開的 有太快了 所以現在要給你開發單 對 然後他對很客氣 然後我心裡在想 蛤 為什麼你要對我這麼好 對 因為在 當然在美國會怎麼樣 對 在美國 因為在美國 安卓已經死過兩次了 因為是膚色的關係 你看安卓下面 那個大論發門口 戴著我看一下 不行 其實我們台灣的警察 對外國朋友 國際朋友都特別的友善 真的 他們都會幫我們做國民外交 是 但是我覺得警察應該要很兇 對啊 因為在美國的話 直接就是你都不能回話 就是 然後你就要拿手機 你如果再去翻那個臭地 對 直接會是很兇的 就是跟你講 你的手都不能亂動 對 所以我第一次在台灣被你拉下來 我真的嚇到 你在美國有被攔過嗎 有 那你那時候是怎麼樣被對待 他是說 為什麼你開得那麼快 你不看到我的燈嗎 警察 警察就必須這麼兇啊 因為他 他每天工作是玩命 真的 在美國 因為說不定那個人的 內褲子都差 對 他們槍枝 敗爛得滿嚴重的 所以他們很害怕 對啊 但是我覺得 雖然台灣的警察很善良都知道 但是有一次 就是在我們在外面 就是跟潘映喝酒 結果我跟幾個人 也是打拳的潘映喝酒 是 結果他們打架了 因為有些人喝醉 就是有些人 你們不是那個選手嗎 那個挑釁啊 在外面打架 然後不用… 就是趕快報警 我在已經在衝券喔 因為就是沒有人敢 他們很壯 很打刺 我說等一下不用打 我會被打到 但是就是盡量散 盡量推 然後警察來了 兩個 警察來的時候 你也話這樣嗎 沒有 這樣子我直接被抓啦 不是啦 警察來的 所以我來的警察是兩個人喔 天啊 真的很瘦那種 太眼睛 然後我在警察 在那邊 你們不用打 嗶… 不用打 不用打 我說欸 趕快過來了 你們是誰先動手 還在打 一直這樣… 然後他們不敢進來 可是我其實也有遇到 警察局救了我一次 因為我有一次出外景啊 然後上次上山 然後我就是剛好那個 生理期來 然後其實路上 因為只有我跟我的企劃是女生嘛 他就是路上只要有7 或有便利店 他就說欸 你要上廁所趕快去 但因為其實那個地方 我沒去過 我就想說 路上總是會有廁所 把台灣廁所這麼好走 然後我那一次啊 很誇張的是 就是我自己坐那個 我們的那個外景車 我自己都覺得 我已經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地方 原來路上到我們 要出外景的山上 是沒有廁所的 然後後來是開車的那個大哥 就說 最近的地方只有警察局 然後我們到了警察局 我是外套喔 就是包著 就直接衝進人家的廁所 什麼都不講 後來是我的企劃 去跟那個警察大哥拜託 請他開車 然後載他去最近的便利店 買褲子 買什麼的 然後但我 因為我在廁所等很久 然後我從廁所出來的時候 那個警察大哥還問我說 你剛剛在裡面會不會很無聊 他還問我 我說你剛剛在裡面會不會很無聊 我說當然很無聊啊 因為要不然廁所裡面還能幹 台灣的警察服務內容多 管的事情包山又包 真的很多 還包山啊 還包山 到底他們要解決的事情 有多麼的不可思議呢 現在就來看這個VCR 台灣警察到底有多為難 不誇張 小孩不上學要警察扮黑臉 報案單上寫 三隻猴子打懸架 一隻受傷 機車一直壞掉 叫太太煮飯叫不動 鄰居有鴨子亂逛也報案 最誇張的是還要充當驅鬼大師 來抓鬼 但遇到這類案子 警察處理的方式也很妙 會發現民眾所舉報之大鳥 妨礙交通情勢 回報時就寫 報告長官 大鳥已經盤旋空中 詢問其年級資料 該鳥吱吱叫不予回應 其實台灣的警察呢 要服務的內容是真的很多 其實你們知道嗎 因為之前有個新聞是 好像是小朋友不上課 然後 爸爸呢就帶小朋友去警察局 然後警察就跟爸爸一起聯手 合演了一部戲 就是一個小短的 然後讓小朋友去好好的上課 很妙喔 小朋友就是怕警察 警察跟他講完話之後 他就真的乖乖的每天去上課 譬如說以前有聯考 然後呢 警察就要騎著警用摩托車 送沒有 送沒有那個準考證的學生 或是跑錯考場的 對...回家去拿 在別的地方應該不會有這種事情吧 但今年已經討論這一項服務要取消了 不然真的他們太多事情了 對 合理的 真的 是的 很辛苦 所以家瑋也有碰過這樣的情況嗎 有 而且我碰到這個是我國小的時候 就是我們班上有個同學 反正他發燒嘛 那就送去保健室 後來保健室阿姨就說 要通知你媽媽帶你去看醫生了 那他就回到教室等 我跟妳說 對說我印象很深刻大概三年級吧 對,妳的意思是 不是,我們那時候很驚訝 我們覺得奇怪 為什麼是警察來接他 然後後來他隔兩天來 他才說 因為他爸媽媽上班沒有空 就沒有辦法走 所以他媽媽就打電話給警察 他們熟悉那種社區的警察 然後管區的警察來接他去 然後我們就說 那警察真的有帶你去看醫生嗎 他說有 警察帶他看完醫生 還帶他去吃東西 然後再送他回家 在美國警察可以這樣幫忙嗎 其實在美國他們不會對實名這麼好 但是他們有另外一個服務 這個叫 比如說有一個女生 她快要生孩子 他們有一個東西叫警察 然後那個警察 他會幫你開路 開到 對,比如說有紅燈 它會變成綠燈 或者你就可以穿紅燈跟著那個警察 台灣也有啊 而且台灣也有啊 對,還有... 但是其實你用這個警察 比那個救護車更便宜 對,因為是免費的 但是如果是那個明星的話 比如說你有一個演唱會之類的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是緊急的狀況 例如是 生病 要生小孩 如果你叫警察幫你開到 是不用付費 但如果是明星要敢演唱會 對 那就不行了 就要付費了 因為那個到 畢竟是用大家人民的稅打 對 那另外我也有 就是碰過在美國博克萊念大學的時候 因為博克萊的治安不是很好 那尤其我們在 伯克萊念書的時候 晚上你又到圖書館 經常就會有搶案啊 或者是有人被拖進去強暴啦 所以就是學生就會很害怕 後來博克萊市的警察 又提供一個服務 就是我們只要撥一通電話 警察會從圖書館 陪你走回你的宿舍 或者是租屋處 就是它叫 所以就是你隨時只要拿起電話 人民的保母就過來 就陪你走 我有一次就是經驗 就很特別的經驗 我在那時候大學 而且在東京 發現那個我剛幫你約 結果發現 我的那個 我的皮包掉了 沒錢 完全沒錢 而且我看去東京 而且是離家裡比較遠 然後呢 就我沒有 先生沒有錢嘛 然後我去警察區 不好意思那個皮包掉了之類 就是聊一聊一聊 他說沒關係 那我先借你一萬塊的日幣 但還借錢耶 那你有還他嗎 有啊 當然啊 就是 所以就是 他借他之前 先把他的身家都被整個調查 對 那你用這樣的方式 借了多少錢 差不多六萬塊 沒有 沒那麼壞 但是就是 那個警察好親切喔 然後我跟他說 我心裡想說應該不是東京 你一直說東京 你東京人很傲慢 然後你又說東京警察很親切 不是 應該是他從 OK 但其實台灣也有借錢的這個服務 他還幫你準備便當什麼的 比如說你迷路了 你不知道該去哪裡 然後你身上也沒有錢 你可能好幾天沒有吃飯 你到那個警察局去 他會先幫你買車票 他會給你吃的東西 然後再送你去坐車 在俄羅斯 我們很多人都比較怕警察 因為我們是戰鬥民族 所以如果 如果大家都不怕警察 那警察有什麼用 所以我們 我們法律也比較嚴格 比如說 一個地方可以打 誰可以打警察 誰可以打警察 我看過有些國外的新聞 很多人都是還好意思打警察 在俄羅斯不行 打警察會被關 一樣就會不見了 那如果是警察亂打人呢 可以嗎 只要他合理的理由吧 比較不會發現 我是這樣子想著 在俄羅斯 如果你說警察的壞話 你這個人就會不見了 消失 沒有 沒有那麼誇張 因為在 在美國你不能跟警察吵架 警察不會理你 在台灣我看過一個人 他超速然後亂轉 那個警察把他拉下來 他說 你知道我為什麼把你拉下來 他說 我知道啊 因為你在浪費我時間啊 然後那個警察 我沒有啊 你犯罪了 你不能這樣啊 那個另外一個人說 會爐啊 就是會吵架 他說 開啦 你趕快開啦 我在趕時間啦 就會叫那個警察 趕快開罰單 你知道嗎 然後有的是會討價還價 叫他打個八折之類的 真的啊 不是 為什麼我覺得 我們做錯事情 然後警察幫我們攔下來 我們還要去跟他討價還價 或者是 要去跟他吵架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就是對他們沒有尊重 不夠尊重 對台灣的警察 美國警察有多厲害 如果他幫你拉下來說 你知道我為什麼要你拉下來什麼 然後我曾經看一個影片 他被拉下來 那個人就一直吵 一直罵那個警察 警察都不回他 就是一直寫那個答單 寫完之後 他給那個人都不講話 就是跟他講那個日期什麼時候要交 他給那個人的時候 那個人還在罵 就把那個單子折起來 然後丟在外面 他就直接可以靠手銬 他又寫了一個 就給他 酷 對 就是我很少在日本開車 然後就是 有一次不小心就是 好像紅綠的嘛 結果 警察來嘛 然後警察打開的時候 他很有禮貌 人警察都有禮貌 鞠躬 他說 你好 現在那個紅綠燈 你是不是超夠 超級有禮貌的一個日本人 我說 嗨 我以為是沒事 然後就是聊得滿開心的 然後就說 啊 そうなんですね 嗨 好平衡的一個地方 很平衡 這就是 你問問你跟他說 謝謝 他說 不好意思 對 不好意思喔 小心一點 還是開啊 小心 你犯罪這些啊 你做錯事情啊 真的 我們來聽一下最帥氣的法比 有你的男朋友 我也覺得 台灣的警察很好 很親切 可是我發現有一些警察很壞 就是因為 有一些事情他們可以有優惠 有嗎 有啊 我一次半夜 汽車回家 然後在後面有警察 叫我 請一下 那他跟我說 嗨 你喝酒嗎 我沒有 那我給你一個測試 我說 可是我沒喝酒啊 所以沒關係 你不要做那個測試 我給你 我幫你 救完快 然後你三年不能騎車 真的嗎 那我說 可是我不知道 我不喜歡他的出發 所以我說 我不要跟你講話 我要講跟外國人的警察 那一半個小時後 他們過來 然後我做個那個測試 發現我 節目沒有喝酒啊 那那個警察 更生氣 你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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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然後後來我發現 有一些警察 如果有人喝酒的話 有一個優惠 抓酒車有其他的獎金嗎 有啊 當然有啊 有業績啊 都有啊 有 有 我跟法比歐走 可能是想跟他要LINE 對 我跟法比歐講 我以前也被那個警察 就是開過酒駕的那個罰單 那你有喝酒 有 但是呢 他是 他是那個警察呢 是埋伏在 譬如說 他埋伏在忠孝乾貴 然後呢 我是已經 等到早上七點鐘 大家已經開始上班 車隨馬龍的時候呢 我把車開走 結果他把我 他追到仁愛路緣環 把我攔下來 非常守株待兔的一個警察 對 重點是你還是就是有喝酒啊 還是有 對啊 那就是你不對這些 就是你不對 對 所以說那個時候 也算是付出很慘痛的代價 然後再更久以前呢 是我高中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無罩騎摩托車 也是不對啊 也是不對 不對啊 對 當然也是不對 但是我不對得越來越離譜這樣子 我無罩騎摩托車也就算了 那一天我不曉得 哪一個腦袋發神經 我突然覺得 那個時候我是近視眼 所以我戴著眼鏡 那天我突然覺得說 然後呢 雖然我900度近視 我還是把影... 就是把... 天啊 眼鏡拿下來 我懂 對 然後我就騎車 結果騎一騎 我從那個景美啊 會經過一座橋 景美橋 回新店家裡 然後我下橋之後 我突然覺得 為什麼 為什麼 我沒有戴眼鏡 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 我從車上摔下來 滾了兩圈之後 我才發現 我剛衝過一個零檢站 我沒有看到那個藍檢的警察 所以被那個指揮棒呢 就是從... 從後腦勺這樣打 直接打下去就對了 直接打下去 因為他覺得我蓄意衝撐 這個不行... 對... 你過那個零檢站的時候 你騎得非常快嗎 騎得非常快 而且我什麼都沒看到 你九百度的近視 很危險 所以我覺得我一高中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 不知天高地厚 我想要請問七位行人 如果你們有零檢站 然後在零檢的時候 有車子直接這樣過去 沒有停下來 會很嚴重嗎 會的 不會的 請舉擦 是 妳是說 每一個國家的警察嗎 對啊 一定很嚴重 順便告訴我們一下 在你們的那個地區或國家 你們的警察會怎麼做 在洛杉磯 這是一個大的城市 所以他們隨時有很多的地方 然後他們 對 而且然後看你的年齡 所以如果你是黑人 然後你年紀比較小 他們一定會把你攔下來 然後不只是看你有沒有喝酒 他們也要看你有沒有毒品 那如果像他這樣不理他 然後直接開過去 你可能會... 應該會被打 你應該是你的輪胎 會被他們開槍幫你打爆 對 因為他們覺得你在... 是逃... 逃走 逃走 對 所以問題 會很嚴重 好希望 那時候在美國 你這麼希望我死掉就對了 在美國呢 皮膚黑黑 因為我們有很多移民 然後有一些移民沒有紙紙 所以警察會對他們比較... 檢查比較多 OK 特別檢查啦 賈斯汀我想要請問你 因為在裡面那邊人少 車少 但是動物很多 對 怎麼辦呢 請問一下警察會不會需要 負責有關於動物的問題 會 比如說蛇 蛇 有毒的蛇 會跑進去家裡 那不是領警察吧 沒有停車 是警察處理的 還有一個是我們有一年從 因為我們算是平地的森林 然後山 離我們家大概兩個小時 然後山上的胸 胸 胸 有沒有 趙零嘛 對 趙零 趙零幹嘛啦 沒有 然後他們就必須打警察 然後他們帶那個... 麻醉槍 然後就打他就把他送回去 對 一般在台灣好像這個事情 如果是蛇啊 動物好像是消防局 負責的比較多一點 對 消防隊員 美國消防隊員也可以 母鳳啊 這些 對 那像噪音的問題呢 如果你太吵 也是找警察嗎 是 在法國 法國真的不禮貌 如果你跟鄰居 對啊 有關係的問題 你會找他們說 對不起 你們很吵 我要睡覺 就OK啊 如果帶警察 他們真的... 他們覺得這不禮貌 這不禮貌 但是我不懂為什麼在台灣 如果有鄰居的問題 他們馬上打電話給警察 他們是自己先要自己去解決 對啊 不能先打電話給警察 對啊 是這樣 可是有一種很危險啊 萬一他就是一些黑幫分子 然後他很吵 你就跟他說 拜託你小聲一點 然後你一槍被打死怎麼辦 對啊 在美國是可以叫警察的 你的鄰居啊 對啊 這是你的房子 你的鄰居 所以應該認識啊 已經認識 所以我一年 這兩年以前 信念的時候 在家裡排隊 跟朋友 半夜一天 驚嚇過來說 你的鄰居說 你們太錯了 可以管音樂 那我知道為什麼 第一個是 我們信念 法國 美國 我們都會做很大的排隊啊 對 但是在台灣一點的時候 十二 十 十點半 不能開音樂 你可能新年沒辦法 但中國新年可能就可能 你就是沒有邀請你的鄰居一起來啊 台灣警察善解人意 讓外國人大開眼睛 法西的警察有時候就是很誇張 因為 有時候因為法西的壞人比較多 你知道嗎 所以法西的警察一定要比較兇 而且法西的警察都很壯 所以你看到警察你都會把這個人 又有一點危險你知道嗎 但你看台灣的警察這麼友善 這麼酷 這麼好 我覺得台灣的警察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他們都很瘦 瘦瘦的 我覺得很好可愛你知道嗎 你把他招來了 他就不會報警了 沒有 尊親目靈就是這樣 他很生氣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很奇怪在帶電話進場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就是 爸爸的房間跟夜店 就隔著一道牆而已 怎麼這麼幸福啊 所以 就是因為我爸爸喜歡 就是很安靜的時候 才能睡 怎麼會住在夜店的隔壁呢 小的時候開了一家很大的夜店 在隔壁 所以很常就是晚上我們會 因為很早就報警 可是就是警察會 就是隔很久才會來 大概我記得很常就是四十幾分鐘 警察才會來 可是後來因為就是 警察來了開罰單 那個老闆 夜店的老闆給警察錢 就沒事了 對 所以我們到現在 那家夜店還在 我覺得這個很壞的是 應該是你們要搬家吧 對啊 真的 對啊 為什麼 因為你們就住在夜店旁邊 它不可能會安靜的啊 我覺得他們可以叫我就可以 但是重點是聽說 警察局也在你們家隔壁啊 就是在很近 可是它還是會很久 四十幾分鐘才能 對啊 他想去夜店 收錢 真的 應該是先去處理錢的事情 再回來處理噪音的問題 馬克家的風水好好喔 真的啊 凱傑 為什麼紐西蘭開噪音的罰單 來三次才能開啊 對 就是有一次就是在我們家 他修水店的你問他 對 有一次在我們家 我們要開小派對 然後 我們的態度是 像法比歐剛剛說的 如果是在女生人 就是鄰居都是很熟嘛 所以其實如果鄰居是很吵 應該是會先打個電話 或是開他們的門 就跟他們說 你們這邊可能太吵 可不可以安靜一點這樣子 可是反正那天我們在家裡有開啪 然後我朋友在那邊 當過他是DJ 所以他很了解警察就是那種 知道太吵就是會那些規矩 然後所以他們走的時候 就開始派對嘛 然後大概半個小時就來一次 然後結果就是第三次來的時候 我們就是把音樂主觀很小聲這樣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從警察第一次來 到他最後一次要開罰單的時候 你們還可以Happy一個半小時 對啊 這是紐西蘭規矩對不對 好會換時間 一定要的啊 辦派對不是很好辦的好不好 他們真的很幸運耶 為什麼 在美國不行嗎 在我家那邊不行啊 像我家那邊雖然是沒有人 暑假的時候晚上 警察比居民還多的一個地方 不是 對 沒有 我們暑假晚上 外面好幾億個動物在發情 然後怎麼辦呢 潮濕了 也沒怎麼辦啊 那你還不出去 他會叫你 打電話給賈斯汀沒人接 只好在外面叫 台灣警察比日本的警察 親切就是好聊 但是我後來發現 台灣警察 沒錯 真的啊 沒錯 那怎麼做小偷啊 我覺得台灣的警察 看起來體力不好 真的啊 真的啊 法國的警察是比較 要一直運動 因為 我覺得在台灣 太安全了 我有一個台裔美籍的那個朋友 跟我聊過我們 他只講美國跟台灣警察 不同的地方 他說你有沒有注意到 美國的警察 他們平常 到健身 他們會做那個重量訓練 舉壓鈴 所以很多美國警察 手臂是很粗的 因為他們的那個 逮捕逮徒的方法 是直接用手勒 直接用手壓 對 但是台灣的警察 他們沒有去練手臂 他們是練腳力 他們是 他們都是 逮徒跑 逮徒在前面跑 警察在後面追 所以其實美國警察 譬如說穿制服的警察 他們平常吃甜甜圈 那種高熱量的食物 反而是比較胖的 因為他們只用手臂的力量 去制服逮徒 那如果美國的犯人跑了 那他怎麼追 開槍啊 開槍 但台灣不行啊 但台灣不行 所以台灣的警察要追得上歹徒 所以他們的跑步 會比美國警察厲害 可是我是遇到了 其他國家的警察 我才會覺得台灣的警察很好 像我唯一一次被槍指著頭 被AK-47指著頭的 指著...拿槍指著我的人是警察 你去了哪裡 好可怕 我那個時候去那個加坡地亞 去... 柬埔寨 對,去那個外景節目主持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的外景隊 就坐一部巴士 九人巴 然後我們開過一個 就是很窮的村莊 那種很窮的村莊 就是你一看就知道 這個村莊根本一點油水都沒有 就是草木不生 結果我們車子 開過那個黃土路的時候 原本在路邊玩的一群那種 衣不避體的小朋友 突然衝到我們車子前面 然後衝到我們車子前面 然後滾了一圈 假車禍 跌進水溝裡面 那車子就緊急煞車 我們一開始以為 哇塞 重死小朋友了 結果是假車禍 因為呢,我們車一停下來 要錢 對,沒有打電話給警察 警察也出現了 警察也是同村的啊 對,警察就把我們整團人 帶進警察局 然後呢 那個時候我們的攝影師是 就是他也見過大風大浪 他想說 我只要態度強硬一點 我跟他說 反正我們絕對不會付錢的 你們這樣子是詐欺什麼的 他們所有槍支都拿出來 全部就是我們就蹲在地上 然後 那最後是 最後是那個導遊說 我要打一通電話 然後他們原本不相信嘛 想說你怎麼可能找得到 警察手 他一打電話還真的從那個首都 今天找到了警察手掌 過了大概20分鐘就發現 直升機要降落在那個 降落在警察局旁邊 下來了幾個首都的警察 才把我們帶走 我記得我朋友不知道因為 什麼事情有一次在台灣報警 然後警察不到五分鐘就到了 可是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就是一件事情 我跟我媽...我爸爸不在家裡 我跟我媽媽 我們兩個人在家裡 然後有一天晚上凌晨 兩、三點的時候 就是有我們看到陽台外面 我們陽台外面有人 一直走來走去想要進來 對,所以我們就 那時候就很緊張 我們就一直按那個電燈 讓他知道我們家裡有人 可是呢 所以後來我們就報警 可是還是一樣 就等很久很久 四十幾分鐘 才來 報警的時候應該說 立馬就來了 應該警察會立刻就要下次來 馬上就來了 他們好像也是看什麼事情 真的 如果是那種可能就是沒什麼事 他們就不會來 我上個禮拜 那個我不是有錢館嗎 是 那邊有小兜 而且剛好那一天就是 很多學費放在裡面 然後呢 因為我那一天就是 我去的禮拜一 禮拜一去全館 我進去的時候 已經門打開了 我想說 有人 對啊 我一下去的時候 沒有人 然後店都沒有開 然後就後來 那個我們的桌子那邊 我爛七八糟 我還想不到小偷 誰 因為我真的沒想到全館 因為那個錢放在那邊 連我都不知道 因為錢是不是我管的 我只是趴門而已 但是是你偷的嗎 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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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發現 我們的那個牆壁那邊 被打開就進來 然後說 我就知道 小偷 我就很緊張你知道嗎 那時候真的弟子 小偷... 然後就是 你不是全館的嗎 對啊 你不是全館嗎 你是全館啊 我覺得 你從第一集播出 就不會有學費的問題了 誰要去上課 不是啦 我是緊張是沒有錢 心態... 對 如果 如果就是有裡面壞人 我們都不怕 夢多 一定是你偷的 因為你不知道錢放哪裡 但你知道錢被偷了 不是... 因為我那時候打電話那個館長 然後他說完蛋 錢被偷了 牆壁被凿了一個洞 對 那時候再知道錢被偷了 館長報警 結果五分鐘就 哪有人自己偷自己報警的 沒有啦 就是 他們馬上到 然後就是那個指紋啊 還有什麼什麼的 就是還有那個筆錄啊 結果我那時候其實不太相信會抓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攝影機 沒有監視器 對...想說有點放棄啊 好 完蛋了 怎麼樣... 結果呢 大概兩天 哇 小偷抓到了 錢呢 為什麼啊 為什麼 小偷... 怎麼能抓到 太厲害了 對 所以直接太厲害了 其實台灣警察很特別親切 比如說我有一次騎摩托車的時候 載我姐姐 然後前面一台車很快就煞車 所以我們就甩到了 甩到了 姐姐的腳受傷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一定要叫救護車 對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人報警了 所以救護車來了 以後馬上警察來了 警察也來了 對 警察也來了 然後他們問我很多很多資料 問我很多問題 還有我的假照之類的 都是問我 然後他們可以 他們問我要不要送你到醫院 因為反正我要陪我姐姐去醫院 然後在醫院 他們等著我們 等了很久 兩個小時 然後好好的姐姐沒事 他們就把我姐姐送到她的家 可是在俄羅斯這件事情不可能 那在俄羅斯會怎麼樣 我們有一次喝酒的時候 跟朋友們一起喝酒 在我朋友家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很晚 所以我們要回家 那個時候沒辦法搭計程車 因為那個時候是特別日子 其實都很忙 而且下大學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一定要走路回家 因為是冬天 所以溫度零下25度 哇 我們還要走一個小時 哇 那個時候冷死了 所以我們好好的我們看到 一台金莎的車子 我們要把它拉下來 然後我們真的快要問死了 冷死了 冷死了 好 我們看到下一台 我們就 自己假裝打架 打架 打架 對 我們就 爛的哏 我們覺得沒關係 反正他們抓我們 送到車子 我們不會動死 對 因為那邊比較溫暖 那會不會你們打了架 他也沒有停下來 他們可能看得出來 我們是家的 所以 打得不像嘛 不是 因為沿路已經帶了 石灑都在打架 所以他也不想停了 但是Angelo你說 台灣的警察不能進餐廳吃飯 對啊 對 有這個新聞 真的 好像 台灣的警察穿著制服的時候 如果譬如說你站在路邊 立食吃便當 被市民拍下來 會被那個長官們 可能申戒還是寄過 那請問台灣的警察 要去哪裡 難怪你們那麼 警察那麼瘦 對啊 因為 所以就是有 這是之前的新聞 所以很多基層的警察就是 在這件事情上面有反彈 但是因為現在目前 台灣警察的規矩就是 你吃飯不能被看到 這樣是影響警察形象 真的很可怕 太辛苦了 美國警察你知道嗎 為什麼讓經濟起飛 他們每天都去買豆乳 然後豆乳就創造了經濟的奇蹟 沒有 他們意思是說 他也可以去買便當 但不能在市民前面吃 不能在公眾的地方吃 讓人家看到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很不人性 對啊 他們要在哪裡吃啊 吃飯時間就可以吃啊 這應該要辦個公投吧 真的 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有發現 就是在台灣 警察他下班 他不能帶槍 但是在美國 警察下班他還能帶槍 對 對 因為 可能有意外發生 他有槍 然後他可以幫忙 譬如說他在超市 然後有一個小偷要槍 槍前 他就可以立刻幫忙 我有一次跟我朋友 一起去夜店的時候 我們 那天我們要開車 然後突然他的車子壞掉了 所以我們把車停在路邊 在路中間 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在俄羅斯 有一個特別法律 就是晚上10點以後 一定要帶護照 如果沒有帶護照 警察可以抓你帶警察去 然後看你的全部的資料 而且可以看你的finger print 那個時候 我雖然沒有帶護照 可是我帶了我的 那個學生證 所以我比較沒有關係 可是我朋友 全部的資料都沒帶 所以那個時候 而且那個車子是我朋友的 對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朋友被警察抓走了 然後我必須把他的車子推旁邊 停在旁邊 就是很努力很努力推他 因為不可以留他在路中間 所以我一個人推他的車子 然後必須要就是坐計程車 回去他的家拿他的護照 然後回來救他 但安妮姐你說你在法國機場 遇到航警非常不OK的對待 其實我在法國的經驗 因為我們那次是在 南法普羅旺斯拍攝 然後其實很開心 這次不是巴黎囉 你知道普羅旺斯南法的人 非常的友善 他們的個性就跟義大利人一樣 很熱情 因為很樸實 可是到了巴黎 不曉得怎麼搞的就是每個人 就跟在紐約客一樣 就是個性就是很冷 然後就是態度有時候有不大好 大城市 那一次我們是被邀請去拍外景 然後我們要出鏡了 就在排隊 因為我們有買一些東西要退稅 女行警就坐在她玻璃的 那個櫥窗裡頭 就一個一個看 剛好是台灣團在前面 你知道台灣的觀光客 一般來講在台灣都很大聲 亞洲地區也都滿大聲的 可是到了巴黎你知道就變成就怕事 那個女行警就是每一次就是看完東西 檢查完 她就把護照就這樣丟到櫥窗外頭 她就是這樣 直接摔出去 就在地上 那每一個觀光客呢 就是直接到地上就摸摸鼻子 就把它撿起來就走了 我跟我的攝影師在那裡排隊就覺得 這個女行警她到底是怎麼了 為什麼態度這麼惡劣 我們就觀察 丟法國的臉 沒有她只有對亞洲人 就是尤其是台灣 我們那一團的觀光客 然後呢就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就通通都是丟出來的 每一個人都沒有反彈的情緒 大家就是直接這樣很客氣的 趕快把護照撿起來 後來就是快到我們的攝影師跟我說 艾琳你去教訓她 你跟她講不可以這樣 我假裝拍 然後呢你就跟她反應 她說我在旁邊挺你 我說喔好 所以走到我的時候呢 我就說看她會不會對我怎麼樣 我就講英文嘛 因為我想說我講英文 她應該聽得懂 那她應該就不會對我這麼不禮貌 一樣喔 丟出來 我火了 我就說 You come out and pick it up 我說你出來 撿起來 然後她就說 她就這樣搖搖頭 就假裝聽不懂 就故意聽不懂英文的感覺 我說 Right now 我說你出來 把它 pick it up 然後我說我的攝影師現在正在拍你 我說我覺得你的態度很惡劣 有沒有英文講 然後這時候她看到那個攝影機 就是有開紅燈 可是其實我們沒放袋子在裡面 然後呢 她就直接要拔她的行警 譬如說他們有一個配槍 她直接就是跟我說 你現在就馬上關機 她說 她說你不可以在這裡拍攝 她說你沒有申請 她說 license 我就跟她講說 你剛才不是聽不懂英文嗎 那我現在再說一遍 你出來把我的護照撿起來 你知道後面的美國人 每一個都在拍攝 然後呢 旁邊的台灣的觀光客 也都非常的開心在拍攝 我說你現在就給我出來 他就一直說 你現在把攝影機關掉 否則我現在就要逮捕你們 他說你現在馬上就是要停機 結果後來我說 你叫你主管出來 我就用英文反正在那邊大吵 後來呢 有跳進位嗎 因為要先拍你的臉 再拍女孩進來 沒有 其實我是在前面 其實他前面在丟護照 我已經做了一個小開場 把情緒醞釀到我們到這邊 因為拍外景節目 會一直拍下去 沒錯 結果後來他們的行警的主管 就通通通通通都過來 因為旁邊的另外一個橱窗的行警 也在看這個女警到底怎麼樣 因為她已經站出來 而且她已經把她的釦子解開了 她要拔槍了 然後後來就一堆的行警跑過來 他們的主管跑去問怎麼回事 然後旁邊的美國人就開始跟我講說 是她不對 怎麼樣 怎麼樣 她欺負前面的人 然後是他們這個女生呢 她說很有勇氣 很有勇氣 叫她出來 pick it up 她不願意 然後我就跟她說 我們是你們觀光局邀請來 拍攝你們法國的景緻 介紹來吸引台灣的觀光客 現在我們全程記錄下來 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們台灣要公諸於世 我說因為我覺得 你們對我們台灣人很不友善 然後後來他們就一直跟我們道歉 他說道完歉之後 他就說可是你的拍攝帶要給我們 結果後來我們攝影師才把機器打開 說我根本沒有拍 對 然後後來呢 他們的主管就把事情化解掉 然後把那個女的行警帶走 請問一下所有的行人 在你們的國家 你們會幫你們的警察取外號嗎 日本的警察是叫做 這個正式的嘛 對 警察嘛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 另外一個警察的錯誤是 Omawari Omawari的意思是輪 輪帶的輪 或是滾 搖滾的滾 意思是日本警察 一樣的地方一直滾來滾去 他會很像掃地機器人這樣 有一點... 會一直循環 一個循環 但是這個比較難聽喔 如果 我回事上OK 就是加上OK 但是我們就是 高中的時候做法也是 我回事 我回事 就這樣 被抓 對 還有一個是雞腿 雞腿啊 就是因為很久以前 那個警察中部 這不是中部嗎 中部 對 中部 就是機箱 機場 對啊 賣雞的地方 對 賣雞的地方 我以為是在賣雞場 對 養雞場啦 賣雞場 所以我們叫警察 雞腿 然後他們的上班的地方 雞龍 雞龍 Mark 我們以前會叫警察灰狼 野狼的狼 灰色的灰狼 帥的名字啊 對啊 為什麼 可是我們 其實對我們來講是不好的東西 因為我們覺得 狼是不好的 比較好壞 比較會吃人的動物 對啊 可是因為小時候 牠們的制服是灰色 所以因為這樣子 現在好像顏色不一樣 所以就沒有這個 現在是賣雞 有另外一個說法 這個是非常不精靜的警察 不遵循的 我千萬不會說這個 但是在美國很多人叫牠們 Pig 就是那個豬的意思 因為在美國 你會看到很多很胖很肥的警察 因為牠們一直在吃甜甜圈 喝咖啡 一直坐在牠們的車上 所以牠們可能剛開始 牠們很熟很壯 但是牠們可能 越來越大 做久了 牠們就越來越大 牠們就越來越胖 所以大家就牠們 那如果你當著牠們的面涵 牠們Pig 你會不會 我不該說 就是你這個豬啊 你來找我幹嘛 這個會讓牠們火氣很大 一定會被打 而且剛剛我們聽 我們的聯合國新男來講 普遍台灣警察 對牠們都是很清潔的 其實台灣警察 跟其他國家比起來真的很好 是 也向牠們智商最高的敬意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牆 下次見 拜拜 謝謝